康瑞颱风在强碰中央山脉之后呢 从强烈颱风减弱成中度颱风 稍早也已经出海 但暴风圈还是笼罩全台湾 因此在今天呢还是避免外出 预估明天持续的北上 受到了北方冷高压影响 将进一步减弱成新度颱风 详情我们把时间就来关矣 康瑞颱风在下午是已经减弱为中度颱风 但是也为全台湾带来了不小的风雨 那么接下来要接求的就是护博神山 中央山脉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路径 其实它从东部登陆的时候呢 主要还是以北部还有东半部 雨势会特别明显 不过它的台风的中心 在穿越中央山脉之后 其实呢像是中南部地区的雨势 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可能会有一些局部大雨 或是熬雨发生 甚至呢要特别注意的是 有可能会有土石流出现 但是它的结构一样会被破坏 虽然是一样会下雨 但是呢整体的雨势跟今天比起来的 可以说是缓和非常的多 尤其它在出海之后 到这个台湾海峡带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还会再继续减弱 可能会变成青台的等级 那么专家就说了 其实除了这个中央山脉的原因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 这一次减弱的大魔王 就是呢北方的冷高压会南下 到时候会灌入非常大量的冷空气 继续削弱这个台风 不过明天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还是会有台风的万维环流 像是呢北部东部还有南部 以及中部的山区有可能会有大雨 好雨出现 尤其在清晨的时候 各地的雨势仍然是很大的 北部以及东半部 可能会有震雨 其他地区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还是要特别留意 因应台风来袭 水门关闭已经有多个宣示宣布 红黄线可以来开放停车了 那么这次包括像是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 高雄等等都已经提早来宣布 哪些路段可以来开放红黄线停车 我们以新北市为例 看到新北市政府来说 他们开放红黄线停车的路段有规定 像是呢宽度是10公尺以上的道路 而且呢车辆应该要来顺向靠边来停放 并且维持双向会车的功能 那么同一时间相关的脱调违规作业 以及科技执法等等的相关作业呢 都会暂停 不过也是有禁止的事情 像是呢禁止并排停车 而且呢不能来妨碍救灾的车辆来进行 为着应样会被这个告发 并且呢开单取缔 那么另外去新北市也有178所学校 是可以来开放停车的 至于各个县市哪些路段 可以来开放红黄线停车 民众可以自行来上网 进行相关的查询 不过也特别提醒 就是在台风走之后 也要特别来关注 公告有没有哪些地方 是红黄线已经重新来开始管制了 到时候也要尽早来把车辆给开走 避免收到罚单